你好,中美爭霸,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2月2日的,大家好 這次想跟大家說一下 加息四分一來,帶來什麼影響 我想第一個影響,我很留意的,就是美元指數 跌穿101,變成18.9幾 做節目這一刻,2月2日的下午2點幾的時候 代表美國加四分一來,全世界都看死你 美國開始頂不順了 美國頂不順,不可以再加下去 那帶來什麼結果呢? 如果你有看財經揭露,有詳細分析 我只是給大家一個結論,就是滯漲 美元再壓不住通脹,但你現在必須退入 那即是在說什麼呢? 現在正門大家說吧 這些經濟大局正在影響現在整個西方 我們不斷上去按一個按鈕,譬如說 英國罷工,很多東西看 法國罷工更加多東西看 哇,整個手足都砍掉了那種 這個是有點像蘇聯瓦解的時候 蘇聯的衛星國在華約國家,即華沙公約國家 一個一個來亂倒,即是跟蘇聯死的差不多 美國會不會捕蘇聯後塵呢? 值得討論的 另外,關於伊朗被軍炸的一件事 也有更加多的東西可以去說 因為以色列這麼膽敢開拖 美國究竟想不想去做呢? 待會可以討論 我們先進正題 請大家訂閱,何止甘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或晚上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好,我們現在先進正題 我們進正題 都是講回英國和法國的罷工 我查回舊文章 因為有機會有個作者寫文章幾好 我看回舊文章 但是同時發覺其實 英國的罷工潮 其實是十月已經講的了 即是十月已經零聲有 現在拖了四個多月 都是不停的 那些公務,不知道是有整... 好像說十幾個公種的公務員 學校停課 交通又停課 交通又停課 四面楚歌 接著法國那邊就是... 嘩,又是很多人罷工 又是鐵路系統死亡 很多東西死亡 接著就... 看到罷工的那些人士 就是手足 捉了 就跟警察去打 其實我可以說這個圖是蠻好看的 這個圖是說 歐洲國家裡面退休年齡的問題 法國和希臘是最懶的 是62歲才退休 其他國家全部都推到65歲左右 或者以上 例如西班牙比利時已經去到65歲了 現在就說不夠用 想推到67歲 可能那些人的體力是捱到67的 其實香港很多人就算退休之後 都會打一些工的 香港的公務員 你讓他們做到65歲都會開心的 他做到65歲 他就出去打第二份工 但是你會積下去很多退休金的 但是西方可能跟香港的制度不同 香港的強積金 就是說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強積金戶口 但是西方看來好像有些人說是撈亂的 那個戶口 網友比我熟 你可以留言跟我說 但是知道 怎麼說呢 撈亂了戶口 就是說 誰退休的時候 政府的基金持 仍然是有錢的 就得到退休金 但是萬一你是遲退休 那之前的人已經拿了 那麼基金持破產的話 你可能什麼都沒有 這些西方和現在歐洲和香港是不同的 所以他們有傾向地 就算是西班牙、比利時 就把退休年齡再推後到67歲 德國和愛爾蘭已經是66歲退休了 哇 原來呢 德國比香港還遲過退休 那麼想退休到67歲 普通牙就不敢動了 好像都是66歲 那麼 那麼跟著 這個 丹麥 就想退到68歲 我想去到67歲已經極盡了 沒有什麼 但是我猜丹麥想改成68歲 不是那麼容易 你法國和比利和希臘是最懶 希臘最出名的就是有個歐主角 是吧 一向都是放屁的 現在你62歲退休 那些人就要拿福利 那麼基本上 希臘究竟會不會要改呢 那麼希臘就沒有意改 法國就說要62歲改成64歲呢 其實聽上去是合理的 你64歲其實都是 如果現代人來說 64歲都挺健康的 但是除非說法國人本身 和我們香港人不同 譬如說舉例 我太太回到香港 她發覺在加拿大要做大腸檢查 那些是很麻煩的 所以在香港 有份醫療保險還供了很多年 都還在那裡 那就不如去做檢查吧 就是我的個案是這樣 因為也有一點點的症狀 但是又不是很嚴重 那不如驗一下吧 是不是 但是呢 在加拿大呢 它可能是福利系統來說 也不讓你醫生是私人執業的 加拿大很麻煩 所以你一定要排隊 而且別人也不想幫你做 想省錢 是不是 就是 全部 它只有公營而已 所有醫生都要在公營系統運作 加拿大就是這樣的了 變成了 你想 自己貼錢去看 都不行 各個國家不同了 在法國的人究竟有沒有這麼長命 我就不知道 但是法國的人很懶就是 但是法國的人這麼懶就靠去剝削 非洲那些國家 就是它那些 之前說過的西非法郎 中非法郎 那些國家其實 法國的累積民地 就支撐了法國的人 洗到大 但是呢 法國的人就說 我不管 我62歲就要環遊世界 要放屁 和吃政府老本 你要我遲兩年退休 我就暴動 就是這樣了 這個呢 現實就是 歐洲自己搞定了 我不懂怎麼說 不過呢 你可以說一句呢 英國就搞了示威 所以 法國就是退休年齡要推遲 還有說要你工作43年才得到退休金 這些 這些的議題呢 我就不詳細說了 但是法國也都我想 通脹可能沒有 未必有英國那麼厲害 但是這個退休金的議題就是 馬克龍背不起嘛 所以他就連任了之後 在第二任期就死搞了 法爾科齊呢 曾經就把 60歲的退休年齡推到62 搞到連任不了了 馬克龍已經成功連任了 所以就不理 死搞爛搞 我猜他會搞得贏的 但是搞完呢 他也是整個法國應該大傷元氣 另外英國那邊呢 那些人說真的生活很差 那些人說 所以呢 很多人都現在很多人都在恃笑 就說 喂 譬如說香港 這位是英國人 江樂士 前刑事檢控專員 就留在香港 在陰陰嘴笑 留在英國那些白人同胞 就說你香港人呢 就假希望移居英國就糟糕 其實他暗淚在那裡笑 喂 如果我是英國人 應該想方法來香港 而不是你們香港的傻的 走去英國 英國因為呢 搞得這麼差的時候 當然就 沒有言論自由了 因為呢 那個 新委成政府就把 法例呢 給警察呢 加大了權力了 我又不講詳細了 就知道呢 搞到呢 什麼為之嚴重影響英國呢 定義呢 很闊啊 所以呢 有機會告一些公會 告到他刑事 各樣事情 那些人就跑去上議院 又示威又成 那很明顯了 就是說 美國 好像蘇聯一樣 蘇聯死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是 那時候油價高的時候 給了一個抵抗 給了那些東歐國家 譬如說波蘭啊 現在的那些 美國乾小孩啦 波蘭啊 摺泰一大堆啦 或者是羅馬尼加啦 但是那個抵抗價呢 去到80年代 油價跌的時候呢 那個抵抗價變成了 比市場價貴 那時候蘇聯的想法就是 我以前油價高的時候 我給了抵抗你 現在這個價呢 就要一定跟著 現在的市場價 就算是高於市場價 你們這些東歐國家 都要國慾貼我 蘇聯 這樣導致於呢 當時呢 蘇聯呢 就 解體之前呢 東歐呢 出現了一系列的 動亂啊 最後一個個的 這些東歐的 共產國家 一個個倒台啦 當然天主教在裡面 就搞顏色革命啊 煽動啦 由四市波蘭的團結公會 後面原來是有 天主教教會的支持的 這個 講回那時候的歷史 你去講起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想起 現在 美國治下的西方 真的好像呢 1980年代的波蘭啊 什麼捷克啊 那堆東西 英國法國都有點可視的樣子 美國作為一個大帝國 他沒有辦法 去割倒中國 因為中國呢 搞了一套 叫做 外匯管制啦 不是自由兌換啦 你會恥笑 人民幣怎麼做 自由 怎麼做 國際化啊 你又不肯自由兌換 為什麼要跟你自由兌換呢 以前勞布也不會跟你美金自由兌換 但是勞布 他的 我直接說是霸權 在蘇聯時代 有一堆國家用勞布 吹嗎 人民幣不同 你美金自由兌換 但是 他的力量 影響力 去到東南亞 大家都用人民幣 吹嗎 是不是 現在去到俄羅斯要用人民幣 伊朗要做人民幣 阿根廷要做人民幣 就是這樣啦 現在呢 盧拉上場 即是在巴西 就會和阿根廷想搞一個新的貨幣 不要理會叫什麼名字 我那時候看過 沒有抄下了 新的貨幣什麼時候上場 我不知道 但是盧拉 有四年任期 現在阿根廷基本上是反美底 應該可以繼續 阻礙政權 可以繼續當政下去 因為阻礙政權都運作了兩三年 但是我估計都可以連任到 就是說 阿根廷 和巴西 就會搞聯合貨幣 這個聯合貨幣基本上就不用美金 不會這麼容易被你美國人打爆章 另外呢 我想重要的呢 很多重要貿易 會用人民幣 尤其是呢 阿根廷和巴西呢 要買很多俄羅斯的肥料 或者中國都可能出肥料給他 中國都生產到很多肥料 因為 技術上呢 中國和俄羅斯的食化工業 化工的工業都不差 所以呢 可以產生很多肥料 那麼這些的 南美國家就迫著就會用人民幣了 就是說呢 我又說遠了 但是你說回美國 美國正在面對著去美原化 正在面對著現在 美國經濟開始因為去美原化 越來越難 所以美國就搞了一個陰謀 就是挑撥你鵝烏戰爭 逼你烏克蘭的新納粹主義者 去殺那些講俄羅斯話的烏克蘭人 普京被迫上場 去保護這些人的時候呢 引爆了這場戰爭 他二月逼到俄羅斯不打不得的時候呢 三月立刻加息 就差不多一年了 但是加完這麼多息之後呢 發覺全世界沒有什麼人買美債 所以美國就開始去玩的方法呢 就是 賣走一些短期債 換到一些錢去買入十年債 壓低十年債的債息 十年債的債息呢 現在三點四厘 但是一年期呢 就是四點六 剛才看 看多一次啊 四點六啊 一年期 這個是不反常的 這個是反常的 平時呢 如果美國呢 順風順水 大家都信你美金的時候呢 就會一年期的債息呢 是便宜過十年期的債息的 但是現在呢 倒置了1.2厘那麼多 就是說 十年期要4.6 一年期就是3.4 就是說呢 美國要這樣 賣短債 補償債 穩定債息 但是這件事不熬得來 也都代表著呢 大家都看死你 你美國人呢 熬不住得來 你將會呢 是做減息 但是我又不是很肯定 2023年的下半年 美國先減不減息 這個不肯定 你減粗捱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強硬捱下去 就會令到呢 美國國內裡面的衰退爆發 因為呢 開始的利息收得貴了嘛 你加到以前就零息 0.25 現在呢 加到4.75 將會 估計會加多一次變5厘 那你就想拖了 但是你拖到下半年 熬不住提早減息的話呢 那你就救了一些企業 但是大家呢 對你的美金就不相信 但是 估無論這件事情都好 美國 做這種行為 是 2022年 不斷瘋狂加息 逼到歐洲民軟四起 因為歐洲呢 拿不到俄羅斯能源 又是因為是一個高通脹 現在呢 美國加這麼多息呢 壓不住自己 你美國都會吃高通脹 那怎麼辦呢 你歷史不會簡單重複 但是歐洲呢 將會去工業化 搞到散散就一定的 我自己看啊 你英國本身就沒有什麼工業 但是呢 你已經少了能源了 已經是 因為你脫了歐 你就算你搞金融來講呢 金融業 令到歐洲主要的金融的買賣 盡量都開始逃離倫敦 英國呢 一定是沒有前途的 因為脫了歐之後 法國 可能比德國好 因為法國呢 都說是 有殖民地 台面說不是 實質是 就會在非洲拿到一些 油礦 用核能 可能能源上 比德國好 但是法國以東的地方 看來去工業化呢 一去不復反 如果你說再轉去講 俄羅斯戰爭的形勢來講呢 其實現在呢 有一些說法 如果俄羅斯輸了這場仗呢 俄羅斯都不會死的 因為俄羅斯如果你說 按進去維基條目啊這樣 俄羅斯呢 現在俄羅斯族的人口呢 是佔七成多的 即是說呢 他 可以說是有一個核 對不起啊 現在維基條目說呢 81%是俄羅斯族 不如我看看英文吧 英文會不會準確一點 這個數字 都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說呢 即是說俄羅斯呢 在打輸了俄互戰爭之後呢 蘇聯俄羅斯再第二次瓦解的機會 其實我認為不是那麼高的 因為俄羅斯人呢 裡面呢 有一個心態知道就是 如果他們俄羅斯人 不再團結的話呢 他們會被西方欺負得很慘 會變成呢 好像烏克蘭那樣 做歐洲子宮 但是如果俄羅斯戰爭輸了之後呢 很大機會呢 就是有一個黃俄派呢 就會上場 黃俄派上場的話 那普京本身呢 是什麼人呢 那普京呢 本身呢 是一個呢 原本 是親西方的 因為原本 普京就是 葉利欽的繼承人 他上台 但是呢 他就沒有葉利欽那麼賣國 但是現實呢 普京呢 他將國家呢 基本上的味道 是很像國民黨 就是國民黨的時代 叫掌信孔陳 其實呢 在普京管治之下呢 跟這個的 葉利欽不是差太大分別的 葉利欽就是 跟七大寡頭合作 那就去 保住自己 96年連任成功啦 普京治下 就消滅了一些不聽話的寡頭 就 變了 就跟自己有 去統治的國家 在俄羅斯戰爭的 早期來說呢 有大量這些寡頭呢 都是親西方背叛俄羅斯的話呢 所以俄羅斯呢 做了一系列的清洗 將這些親西方的寡頭呢 突然間滅門啊 突然間 口血腥啊 突然間就消失了 但是問題呢 現在呢 問題就是 普京萬一輸了 在 俄羅斯境內的軍隊 或者警察部門裡面的人呢 其實大部分呢 開始傾向一個叫黃俄派 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杜金啦 或者她的女兒 杜金拿死了 那類的故事 你也聽過了 而他們這幫人呢 可能是有機會 和共產黨俄共合作的 只需要俄羅斯重新團結 在一些的 強人的管治之下 這些強人管治的國家呢 就可以導致於呢 可以繼續擴張 俄羅斯戰爭如果輸了的話呢 普京下台 就會可能換另一個人上場 繼續去打第二輪的俄羅斯戰爭 現在我看就這樣看 就是不會說 不要這麼簡單去想 哎 俄羅斯 死了 沒有了普京 蘇聯就散 這個呢 想法太幼稚 但是呢 如果普京贏不了 當然就是俄共和黃俄派 就可能統治了國家 跟著可能消滅普京所包庇的寡頭 把那些寡球控制企業 再各有化 俄羅斯呢 變成一個細馬的蘇聯 但當然啦 這場仗一輸的話呢 代表中國的力量呢 就直入中亞 那些中亞國家不再聽俄羅斯話了 變成中國的... 變成另一個東南亞了 可以這樣說 這個我就這樣看 變成呢 無論如何 這場俄烏戰爭呢 對中國是極之有利的 你俄羅斯 如果普京贏 即是代表著呢 東西方沒辦法談 那代表著呢 普京繼續是政治穩定 但是呢 不生不死的狀態 如果普京輸 也不代表俄羅斯省 但是使得中國的力量呢 全面控制中亞和中東而已 另外呢 提一提 這個的... 呃... 這個的... 伊朗那件事啊 伊朗那件事呢 現在收到的封 主要是1月28日 星期六的晚上 11點多 在伊朗時間呢 伊斯法康就... 有一些無人機的軍工廠呢 受到攻擊 估計呢 是來自於阿塞拜疆 飛過去炸的 有些人的說法 就說阿塞拜疆勾結了以色列 我們上一次就說了 阿塞拜疆背後的就是... 土耳其啦 土耳其就想... 伊朗呢 就碎片化啦 我覺得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伊朗現政權呢 都有... 阿爺啦 就是習近平那些支持啦 應該沒那麼容易散的 不過呢 就是說 土耳其呢 又親你中 但又在這裡搞事 想整死伊朗啦 但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以色列這樣發功呢 其實也都令到很多中東國家不滿的 即是說呢 現在沙地都吵了 就是說想放棄 想用歐元就沒有提人民幣 但其實暗裏可能已經在收緊人仔 所以美國呢 在這個軍炸事件裡面呢 很尷尬 他就說我沒有撐過以色列 究竟有撐還是沒有撐呢 就成為迷了 這件事呢 我沒有時間講啦 但長遠我去看呢 伊朗現在不發聲 就不想搞 阿塞拜疆不想動土耳其 但是怎麼報復以色列呢 我們再觀看